我刚才设置那个VPN成功了 然后就想挺开心的 想把这个我这个连接方式分享给大家吧 我的特斯拉的充电器还都在用了 车已经爆炊了 好的 我前年回国前 然后在树莓派搭了一个Shadowsocks的服务器 然后就连接到我们家的这个Intel网上了 这个Telest的网上了 然后回国就用手机和笔记本 就是安装了那个Shadowsocks的code 然后就能很顺畅很流畅的使用这个VPN 去年我是这个Telest直接接到小米路由器 然后用小米路由器或许有广于网的IP 然后就直接就上网了 然后我的树莓派直接连到小米路由器 小米路由器给它设了一个DMZ 就是外网IP拼进来 就是连进来之后直接连到树莓派上 然后今年这个Telest改光纤 把我们家的这个网络连接方式都给变了 这是一个诺基亚的光猫 然后那个光纤连接到光猫上 然后再连接到这个Telest的这个路由器上 然后再进到那个屋子里边 现在它小米路由器变成一个 局网它里边的一个设备了 Telest的路由器还不支持这个DMZ 然后我看它的那个端口转发 它我也没有设置成功 这样树莓派再连接到小米路由器 它就没有 没有一个外网的IP能够看到它 直接连到它了 所以呢我就开始想了另外一个招 就是说我的树莓派 我的树莓派直接连到这个 Telest路由器的这个 第一个那个烂口 然后连到这个 这相当于在这里边说 就是在管理界面里边设置就是Port 1 这个Port 1可以设置一个Port Bridging 这叫什么呀 端口桥接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 这个Port 1连接的设备 就可以直接连接到那个 广域网获得一个Telest的IP 做法就是直接登到这个Telest路由器的管理界面 然后在那个Advanced setting里边 找到有一个Port Bridging 然后就把它打开 然后这个树莓派就自动连接到这个广域网了 因为它的树莓派是自动获取IP的 这个连接成功之后 就Port Bridging连接成功之后 相当于我们家有两个Telest的广域网IP了 就是一个是小米路由器 就是从这个同招揽连的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那个树莓派的IP 这个反正去年我就这么使的 这个应该也没有看到它多给我收钱 然后因为这个Telest给这个树莓派分配 自动指派的地址它是会变的 所以你用这个IP你是可能今天你能连上 然后明天你就不知道它的IP是什么了 假如你在中国 那么的话我就给它设置了一个 这个DDNS就在我用的是NoIP的服务 是免费的 你NoIP网上有教程如何在树莓派上安装它这个Doc 就是在树莓派里边下载一个安装包 然后解压 然后安装 然后它会自动提示你这些配置 然后你的用户密码什么的 竖进去之后 然后运行 这个DDNS服务就在树莓派上运行了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个NoIP给你指定的这个广域网的地址 是一个域名 就访问你的树莓派了 不管它这树莓派它里边的它的IP怎么变 你通过这个域名就是固定的域名 就是怎么直接能访问到这个树莓派 就是设置好树莓派的DDNS 然后就差这个Shadowsoft的服务器端了 然后你就可以在网上找教程看这个 如何在树莓派安装Shadowsoft的客户端 我在树莓派上装的是一个C元的一个服务器 这C元就是它比较比较快 不占资源 不耗资源 简单的话用Python的就可以了 那个很好安装 C元的这我用的是一键安装板 你可以找一下 也不难 然后配置好树莓派上的这个Shadowsoft服务器 你就可以用手机或者那个电脑下载一个客户端 可以在Shadowsoft的这个网站上看它有推荐的那个客户端 在那个应用市场里边比如安卓的安卓Play和苹果的那个苹果市场 都能找到它的客户端 然后在客户端里边贴上你这个服务器端配置的这个IP和这个密码 那回国的话就可以正常的科学上网了